22. 《蘋果日報》 認同中央行政干預撥亂反證淫志剛 內地救市一定成功 2015年7月20日要問 A05本報信 內地過渡孖展者太引發股災 中央指令國家隊暴力救市 兼出動公安調查惡意沽空 客宅外資之餘 同時拖慢中國金融開放改革的步伐 爭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一役動用如千億元外邦當烤 J. 史殺惡的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 確認同中央救市守法 並相信一定會成功 記者 劉美宜周嘉誠中央暴力救市開始以來 中外媒體都常引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打大惡作比較 當年入市三劍俠之一的任志剛接受本部訪問時 首次談到對內地救市的看法 當事人認為市場失效 就有需要做結役將吾淫氣渣 正軌 穩定返市場 就好似九八年一樣 我 要作出干預 對於國家隊救市成效 任志剛相信 內地有營之手 行政手段 威力無窮 國家是直接或間接持股人 我直覺 救市 一定會成功 清自由市場難拾全十美內地金融市場未完全開放 資金跨境流動亦受限制 外資大惡是否能在 A 股興風作浪 亦或是監管當局網上被炒家顧空迫害 市場莫衝一時 任志剛直言無大惡不等於無人操控 內地股市如八成參與者均衛散戶 公眾很容易受市場心理影響甚至被操控 不像已發展成熟的市場 高流通性的價格機制 會產生自動穩定作用 當投資者側賣一邊 如出現超賣 會有另一邊參與者以價格及理性行為作出逆向判斷 他又說 自由市場運作若能靠得住 市場價格機制促使資金融通 當然最好 但他存疑 有無十存十美人當一億元銀 現實是很難找到 內地金融市場發展尚未成熟 無論投資者 中介人以至監管機構 有足起便鬧右衛出現時 市場呈現恐慌與貪婪狠懇殺傷力 容易疾愛市場正常發展 他認為監管當局撥亂反正是必須落尾 回顧當年金管局與內地監管機構入市的背景及手段 兩者分別甚大 1997年外資基金追擊包括香港等亞洲多國金融體系 著名國際大岳索羅斯也有份參與其中 企圖拋售港元促使聯繫匯率與美元脫搖 甚至在股票市場股空旗子獲利 1998年港府瑞接港元股盤 更透過外邦當酵市 擊退炒家 同時將當時買入的藍籌股成立營付基金2800 相反內地舊市的初衷 與當年港府有大分別 市場相信 內地股災是由中央打壓媽展所引發的人踩人效應造成 外資參與的氣氛絕小 而中央透過金融國支委匯金、中置勸商、保險公司救市 甚至出動公安調查所為惡意股空 以及要求企業在某些條件下不能估股票、手段叫人則目 可以呼吸到甚麼市場航 konuş的